日本委員 候選人 丁基睿 戴著五號紅字手套 顏寬恆車嫂敗票 但臉上明顯少了笑容 因為六號突然傳出 爸爸言清標 血壓標高 掛急診 住院治療 他長期勞累 長期勞累 所以身體就是 感到不舒服 那在當下在旁人的摻扶之下 就到醫院去掛急診 那已經有比較穩定了 雨太哽咽 眼眶泛紅 曾經患肝的顏清標 身體狀況本來就不好 現在又住院 讓顏寬恆很擔心 不過這麼事發突然 外傳是因為被詢問母親墓地 是否也涉及違建 讓他氣到血壓飆升 有媒體問我說 這個顏清標董事長的母親的墳墓 在這個沙路跟農井的交界那邊 那這個那個墳墓 是不是有符合我們殯葬的 這些條例 那當下我們有回應 因為這些相關的事 我們一定要求證 謝謝大家關心 我們現在不談這個事情 我們只希望爸爸身體能夠好好的恢復 讓他身體好一點 六號的下午四點多 因為頭暈不舒服 然後到我們醫院的急診 到了急診以後 我們經過一系列的檢查 還有檢驗 然後我們的診斷是 因為他有這個腸胃炎 有脫水 而且血壓不穩定 因此需要住院好好的再去做一下進步的治療 院方出面說明 嚴清鏢狀況沒有想像中的嚴重 至於也曾經是醫師的林靜怡 則是針對網友曝光 嚴清鏢躺在急診室的照片 認為不可取 當然還是先祝福 嚴董事長身體健康 早日康復 我覺得利用別人生病 在急診室這樣子的一個事情 那來炒作議題 這種行為都不太可取 不論是817公保地 或者是這個 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豪宅違建 那我想其他的事情 這個看市政府那邊是怎麼處理 這個我就不清楚 中央立委補選倒數 因為嚴清被要急診住院 沒有緊追謀打 雙方的隔空尬場 暫停喊咖一天 歡迎新聞 洪志誠 劉沛婷 台中報導 日韓焦點全面掌握 東亞局勢全球關注 新時代的區域進合 台灣in or out 北周四晚間九點 環雨看東亞 帶您探索東亞震驚脈動